难怪扫地僧要救萧远山 你看扫地僧是萧峰的谁 萧峰见了也要跪拜 天龙时代充斥着大量玄幻神奇的武功 隔空上人的六脉神剑火焰刀 吸人内力的北明神功 能吹动天下武学的小武相功 好似腾云驾欧的灵波威布等等 可只要扫地僧双手一合 记起三尺气强 这些威力惊人的神功都会被画得无影无踪 萧峰 萧远山 慕容副 慕容伯 就模着都不是扫地僧的对手 一场剑拔弩张的大战就这样被扫地僧轻松化解 然而扫地僧的目的绝不是化解恩怨这么简单 只见他轻飘飘地拍出一掌 分别击毙了萧远山和慕容伯 然后又用博大精深的武功和佛法治好了 困扰二人多年的顽疾 退一步来说 倘若扫地僧只是单纯的化解恩怨 萧远山能活着走出邵氏山吗 要知道萧远山为了报复21年前的燕门关事件 他化身为大恶人 先后杀害了乔三怀夫妇 善家庄一家谈公谈婆 就连萧峰的受益人是悬苦大师 也死在萧远山的掌下 尽管萧远山也是燕门关事件的受害者 但萧远山为了报仇滥杀无辜 早就引起了公愤 否则被黑顾的萧峰 就不会再去嫌庄重判清理千夫所指 等于说萧远山的身份已经暴露 他只要一踏出藏经阁 势必会引来各门各派的围剿 然而扫地僧不但治好了萧远山的顽疾 还点化了萧远山 让其成为自己的座下弟子 如此一来 萧远山的处境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扫地僧为何要竭尽全力搭救萧远山 出独天龙八步的时候觉得顺其自然 但这个问题若和萧远山的汉人师父结合在一起的话 似乎能引出金庸藏在原文里的暗示 21年前的燕门关事件 群雄在慕隆伯的满嘴谎言之下 围剿了萧远山一家 让群雄始料未及的是 21位江湖高手竟被萧远山反杀 萧远山乃气单人 答案很简单 萧远山说过 他的授言是乃南朝汉人 那时汉人和气单人水果不容 这位汉人高手为何要将一身武功传给萧远山 还让萧远山立下了不杀汉人的誓言 我们翻遍全篇天龙八步 依旧找不到那位汉人师父的线索 但若从民间传说里来寻找的话 那位流落在辽国的杨四郎 就能和萧远山师父的信息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 不仅能解释萧远山为何会中原的武功 也能解释萧远山为何发誓不杀汉人 此外 金庸还特地在天龙八步里学道 乔峰走到吴长峰身前 说道 吴长老 当年你独守英仇侠 立抗西夏一品堂的高手 使其行刺 杨家将的阴谋无法得逞 单凭杨元帅赠给你的那面 既供金牌 便可免了你今日之罪 你去出来 给大家瞧瞧吧 很明显 杨家将是客观存在于天龙时代的 既然如此 把杨四郎看成是萧远山的汉人师父 天龙时代杨家将有杨四郎 那么那位出家的杨五郎又去了哪里 原来杨家将和辽国对敌之前 杨叶曾率妻子上山拜博以求平安 纸葱禅师已经悟出了天机 直到杨家将此去凶多吉少 然而天机不可泄露 纸葱禅师只拿出一个小盒子 叮嘱杨家将遇到危难之时 方能打开 金沙探移 杨家将大败 除了杨四郎背负之外 只剩下单枪匹马的杨五郎 杨五郎呼得想到了 至从禅师留给自己的小盒子 杨五郎打开一看 只见盒中装着剃刀一把 杜叠半指 杨五郎当即会起义 他除下战甲 否刺 用剃刀剃光头发 从此出家伟僧 金庸极有可能以杨四郎为原型 塑造了萧远山汉人师父这一角色 金庸又以杨五郎为原型 打造了一个甘愿在少林寺扫地的超级高手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扫地僧为何要救萧远山了 只因扫地僧看穿了萧远山的身手 知道他是杨四郎的传人 此外 杨四郎是萧远山的师父 他就是萧峰的太师父 而扫地僧是杨四郎的亲弟弟 萧峰若知道了扫地僧 是自己太师父的兄弟 按照悲愤 他要不要跪下来 躬身行礼呢